英治政党 英治政党 交付共同 英治政党 交付共同 谢谢各位 OK 台湾朋友们 当我们思考婚姻政策时 我们先要问 政府在婚姻议题上 关注的重点为何 是为成人的爱情寡导症吗 还是为同性恋平权叫方法吗 如果婚姻之关乎大人的爱情 那么通过同性婚姻法案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同性恋者和一性恋伴侣 都有爱和承诺为生的能力 但是事实上 成人的欲望和情感 并非社会在婚姻议题上所关注的孩子 才是政府在探讨婚姻议题上的重点 婚姻是为了让一男一女结合成为夫妻 藉由这个结合成为孩子的父母亲 人类学的观点来看 男女的独特性与互补性是有依据的 生物学的观点来看 生育需要男人与女人 社会学的观点来看 孩子是需要爸爸妈妈的 既然孩子才是政府婚姻议题 关注的重点 若婚姻法条中的夫妻值是一种选项 那么同时拥育父母亲也会成为一种选项 我们在台湾提议的同婚法中也看到这一点 同性婚姻不仅试图重新定义婚姻制度 也会把法条中与父母亲相关词汇移除 如果台湾选择重新定义婚姻制度 父母亲的身份也将重新被定义 在新的定义中 父母亲都不再是必要的 这会成为问题 因为孩子拥有亲生父亲和母亲的存力 这是与上居来的存力 而不是政府服役的存力 这也是联合国公余 明文规定的儿童权益 因此政府应该要确保孩童的权益 小孩无法保护自己的权利 大人需要保护他们 保护孩童的权利是你和我的责任 人和文明社会也该把它视为首要考量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鼓励异性婚姻 一切保孩童同时保有父母亲的基本权利 尽管政府允许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更应该提倡能够保障孩子拥有双亲权利的承认关系 也就是有一男一女所建立的关系 同性婚姻在美国已经合法化 咱也没有一个政府机构敢强调小孩同时需要父母亲 因为说出孩子最需要父母的爱 以及看到他们彼此相爱 这样的言论会被认为是歧视 同性恋朋友所关注的医疗 判施保险继承等法律权利 这些议题不需重新定义婚姻就可以被保障 当我们思考婚姻政策时 我肯求您尊重小孩的权利胜过大人的欲望 尊重孩子的权利 谢谢大家 我现在请我的语言来帮我忙 可以 我需要鼓励你们 你们为孩子的权利这样争取 你们为婚姻的缘由争取 这是我要鼓励你们 你们要爱你们同性恋的朋友 你们可以两个都做 你们一定要两个都做 我现在要对那些 可能真的听我们的一些同性恋的朋友们说 我们需要你们 有一些我知道保护儿童权益的一些人 是同性恋的朋友 这不是异性恋跟同性恋的战争 这不是宗教或是世俗的战争 这是应该每个成人要为孩子的权益争取 我们需要你们帮忙 我们需要你们帮助 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降低过胎率 我们需要你们帮助我们降低离婚率 我需要你们帮助我们降低离婚率 我需要你们帮助我们降低离婚率 我需要你们能够帮助小孩子在学校有正常的课程 我需要你们帮助在一些生殖工业里面的那些 把孩子当成货物一样的买卖 有很多方面的小孩的权益被牺牲了 因为成员想要什么东西 我们需要都合起来为孩子争取取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